上海世博会明年5月将要登场 为了争取国际宣传的机会 他们斥资900万台币 以吉祥物海宝为主题 打造了世博会主题花车 要在美国新年最重要的庆典 玫瑰花车游行当中 亮相宣传 2008年1月1号 玫瑰花车游行上 北京奥运福娃可爱抢眼 同样做法为了宣传 明年上海世博会 砸下900万台币 换世博会吉祥物海宝登场 要透过全美国最重要的 心灵活动大力宣传 继这个2008奥运之后 中国做的第二件大事情 层层海浪凸显蓝色吉祥物 当花车头的海报 将会120度转身 中间红色建筑 是东方之冠为构思的中国馆 最后还有呈现 当代上海风貌的 东方明珠以及金帽大夏 预计用上十万只鲜花 交叉点缀出美丽模样 上海世博的这个口号 叫做Better City Better Life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那么在花车的最前面 上海世博的一个logo 一个logo会放在中国馆子上面 除了应急设备 到时还有可能请到 上海行将代言人姚明 以及成龙站上花车 借由明星加持 把上海世博会的能力度 提到最高 以上中新闻里面 韩子环 来自陆生机的采访报道